大家好,我是梅瑞萧舍 天气转冷,今天给大家分享大会菜的一种做法 里面炖上各种喜欢吃的菜,营养又美味 一次做这么一大锅,吃着太过瘾了 下面来跟我看一下制作方法吧 准备两个洗干净的白萝卜 先将萝卜切成薄厚均匀的片 俗话说,东吃萝卜,下吃姜 多吃萝卜对身体非常的好 再全部切成稍微粗点的丝 切好的萝卜,帮盆里备用 准备一块豆腐,将豆腐全部切成小片 做大会菜,怎么能没有肉呢 准备一小块的五花肉 把肉全部切成小片 盆里放一把红薯粉条 加入热水,进去浸泡一会儿 把粉条泡软 切点需要的配料 切点葱花 切几片生姜片 全部切成姜末备用 再来往锅里倒入少量的油 油温热以后,加入切好的肉进去翻炒 把肉炒到颜色发白的时候 加入少许的高度白酒进去翻炒 加白酒有区域增香的作用 多翻炒一会儿,炒出肉里面的一部分油质 这样炒的肉是才会香而不腻 一直把肉炒到微焦 炒出来一部分油的时候就可以了 然后加入两个八角 再加入切好的葱姜 进去翻炒 再加入几勺红辣椒面进去 加入生抽和少许的老抽 加入生抽和少许的老抽进去翻炒 炒出香辣味 然后往锅里倒多一些的水进去 加入勺13香进去搅一搅 开大火煮开 等锅里煮开后 倒入一碗提前炸好的肉丸子进去 再加入海带丝 加入切好的豆腐进去煮 等锅里煮开后 倒入提前泡好的粉条 再倒入切好的萝卜丝进去搅拌 擀锅盖煮5分钟左右 中途可以尝一下萝卜的软硬程度 萝卜不需要煮得太软了 不然会影响它的口感 然后加入盐调味 继续炖3分钟左右 最后往锅里加入一把 拆洗干净的青菜 烫一下 加一勺鸡精进去搅一搅关火 出锅前 再加入一把葱花 好了 咱们这个大烩菜就做好了 里面有萝卜 粉条 海带 豆腐和肉丸子 营养丰富 又美味好吃 家里每次都是做这么一大锅 吃着实在是太过瘾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 请点击视频下方 添加关注 点赞 转发 咱们下期视频见